狐狸猫借由中位数与四分位数的概念 知道自己的成绩在班上的落点 心情因此稍微开心了一些 恢复精神的狐狸猫 发挥平常的好奇心 更进一步向小叔娃请教 数学成绩分布的问题 小叔娃 现在我知道自己的数学成绩 是班上成绩的中位数 也就是排名刚好落在中间的位置 我突然有点好奇 其他同学的成绩是怎么分布的 成绩分布 狐狸猫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最高分跟最低分的同学吗 对啊 除此之外 我也想知道其他人的分布状况 成绩比我好的人呢 他们是只比我好一点点 还是比我好很多啊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这里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判断哦 那现在我们就来延续中位数跟四分位数的概念 再加入全句跟四分位句 来跟你说明班上数学成绩的分布状况吧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全句 全句就是一组资料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所得的数 如果以班上数学成绩当作例子的话 就是最高分减去最低分 也就是87减31等于56 哇 原来全句的概念这么简单啊 是啊 接下来我要讲的四分位句 也是类似很简单的概念哦 四分位句 听到四分位句 就让我想起以前刚接触数学这门科目的时候 对它十分位句 现在 现在我只有四分位句哦 小 小树啊 我有在努力咯 狐狸猫 你又在讲谐音冷笑话了 嘿嘿嘿 我开玩笑的 但我确实正在朝着无所畏惧的目标努力哦 没问题 我期待你之后的表现 那我们继续介绍四分位句 四分位句就是第一组资料的第三四分位数 减去第一四分位数所得的数 以班上数学成绩当作例子 请你先找出Q1和Q3 把成绩由小到大排列后 15乘以四分之一等于3.75 所以Q1为第四小的数 41 15乘以四分之三等于11.25 所以Q3为第十二小的数 73 那么四分位句就是把Q3减Q1等于73减41等于32 这个概念还真的跟全句一样简单一懂耶 没错 既然你这么凶要成竹的话 那不如我们打铁趁热来牛刀小事吧 三年华班的英文科成绩单如图所示 请和狐狸猫一起找出此班的全句以及四分位句 先将数字由小到大依序排列 先找出最大值98以及最小值66 相减为32即为全句 接着再找出Q1和Q3 分别是12乘以四分之一等于3 取第三和第四小的数的平均 括号71加77除以2等于74 12乘以四分之三等于9 取第九和第十小的数的平均 90加92除以2等于91 91减74等于17即为四分位句 哇 狐狸猫 上一题被你轻松解决 看来你真的有吸收进去呢 那是当然的啊 我和我的小伙伴并肩作战 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啦 这么有自信啊 不错不错 那我们前面介绍完全句 跟四分位句的定义之后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它们背后代表的意义吧 现在的全句是56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最高分的同学 考得没那么理想 最低分的同学考好一点 会发生什么事 全句会变小吗 没错 狐狸猫 你有发现 班上数学成绩的分布 因而更集中了一点吗 对耶 这样就不会有超级高分 跟超级低分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说 当全句越大的时候 资料会越分散 而当全句越小的时候 资料就越集中 小树啊 我了解了 那四分位句也是相同的概念吗 没错 当四分位句越大的时候 资料会越分散 而当四分位句越小的时候 资料就越集中 我懂了 小树啊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说看 如果我们班数学成绩的全句 跟四分位句都很小 假设说 一个是十 一个是五 是不是代表 大家都搞得差不多 分数很集中分布啊 你说得很好哦 看来你已经掌握了 全句跟四分位句 背后代表的意义了 三年军班的数学科 与英文科成绩单 如图所示 请利用全句 与四分位句的概念 比较哪个科目的成绩 分布较为集中 三年军班的数学科 全句为五十六 四分位句为三十二 英文科全句为三十九 四分位句为二十三 因为英文科的全句 与四分位句较小 所以成绩分布较为集中 小树啊 小树啊利用狐狸猫班上的数学成绩 向狐狸猫说明 全句与四分位句的定义与找法 全句是最大值减去最小值所得的数 而四分位句则是第三四分位数 减去第一四分位数所得的数 除此之外 小树啊也解释了 全句与四分位句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当全句与四分位句越大的时候 资料会越分散 而当全句与四分位句越小的时候 资料就越集中 狐狸猫 现在你知道了全句跟四分位句的定义跟意义 是不是以后拿到成绩单 比较能自己判断班上成绩的分布啦 是啊 利用刚刚学的方法 确实很容易让人快速理解呢 很感谢小树啊 教我这么棒的方法 我还想谢谢坐在荧幕前的你们 和我一起验收学习成果 你的好战友 的确很值得表扬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